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想無論如何就是我們都已經付出了我們最多能付出的 那我們克服了許多的辛苦 那所有人我們四個包括志工跟所有的高雄人 我們都已經努力到了現在 那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就一起迎接一個開心的嶄新的未來 在班韓之後有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 念書 就是乖乖的把那個我自己的課業完成 對然後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賺錢 出去玩也要存夠錢 對所以先好好的賺錢 你會想要從政嗎 做很多事情其實都是命運跟說集合有關 很多事情都是剛好命運 你看像當初出來接七八十九會長 那時候也是我覺得也是剛好機緣巧合 那現在接這個其實也是機緣巧合 所以我想短期內的目標 然後基本上都還是先把我的本職做好 包括醫師包括我自己的學業課業等等的 那今天天氣好大家辛苦了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這個公眾的運動很累人的 那回到病人的身邊 這樣子他們等我一段時間 在任何民主國家 投票是一個非常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那當然選舉跟罷免的一些過程當中 難免會有一些立場不同 但是我想民主就是這樣 就是服從多數但是也尊重少數 所以不管最終的結果是什麼樣 我們都尊重高雄人的決定 開開心心的 因為我看今天也天氣不錯嘛 我們就開開心心的出來投票 然後呢晚上開票的結果出來 那當然結果怎麼樣 我們就是留給所有的高雄人來決定 老師那你自己的規劃呢 還是回校園教書嗎 會不會從政 我想我都陳如剛剛也是 但是我們就認同陳醫師所講的啦 那我自己也是 因為會走上這一段的過程 是我人生的奇幻旅程 因為本來在學校教書好好的 然後當然對一些事情的看法 或理念的堅持 所以走向這一步嘛 那我也不對自己的人生做過多的揣測 一切就順其自然 好 好